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玲 第一次拍一段影片是用港府和你們溝通的 所以今天這段影片我想拍的就是 和你們介紹一下我平時用的面膜 這裡我有五種不同的面膜 我就會一個一個解釋給你們聽 我是怎樣用呢 和他們的... 他們的利益 所以已經很久了 我已經更新了一個新影片 所以我決定坐下來做一個影片 因為我很忙碌因為我的工作和研究 所以我其實有點失敗 所以今天我回到一個新影片 我會介紹五五面膜膜 我已經使用了 我認為它其實非常推薦給你們 所以我們開始了 所以... 第一面膜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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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 就是這裡 這是膜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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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膜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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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是一個化妝膜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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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我和我 是这个 Rose Sheet Mask by Natural Republic 如果大家看了我的影片 我刚才聊了我的日常 我的日常在夜晚 我实际上说 Rose Water Product 是非常好 我认为它蛮适用日常 因为它蛮适用日常 而且在同时更加均匀 然后Rose Water也帮助在蛮适用日常 所以除外的EmpireBurness 我也是使用日常 可能我常常不使用 好像 每个月1,3,5 我使用Empire 然后2,4,6 我会使用Rose Mask 所以这有非常好香 Rose Water的香味 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我又是My Beauty Diary的面膜 这个面膜 就比较适合那些二十多岁用的 因为这个是Firming Mask Firming Mask 就是说好像 因为女生一过了21岁 我听别人说皮肤会比较快老 所以我觉得这个Firming Mask 会比较好一点 有一个anti-aging的效果 所以这个Firming Mask 里面有Collagen 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就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这个面膜分了两边 上面那个就是放上半身的面 下面那个就是放在你颗颗 所以它其实是遮住你整个面膜的 嗯 但是这个呢 我不会叫你用日日用啦 或是一个星期用 一星期就够了 因为里面有Collagen 如果你用太多呢 其实对你的皮肤不太好 嗯 有些东西不是说你用太多便是好的 是其实要看看你自己的皮肤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面膜我所持有的 也是由BeautyDiary 我大约喜欢BeautyDiary 因为我认为它是选择 而且它是选择的 所以 第二个面膜我持有的 其实是Beautyfying 是吗 对不起 我持有的面膜 是这些面膜的 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比较的 我使用这个几个次 然后我认为它真的 是比较的 比较的 比较的 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但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但我认为它是比较的 所以这些是不允许 使用日常 因为比较的 因为比较的 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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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可以去试 这些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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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就是有一个 面膜 是B-Leader Stepsolution 它是一个韩国牌子 韩国牌子 这些韩国牌子 都很出名 嗯 这个韩国牌子的面膜 我就不会建议 大家用 日日用 要是每个星期用 或者 一个星期用一摆 两个星期用一摆 就够了 因为这个是 我觉得它是比较强一点 因为我本身自己的皮肤 是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我每个星期都会做一摆自己的面膜 好像 自己用那个Bure Pack 那个连鼻膏的 就会 塞掉你的黑头 平时我用了那个 我会用这个 我会用这个 嗯 就是你 嗯 清理了你的黑头 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 你会觉得你的 嗯 脖子就会比较小一点 又比较紧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是有效的 我皮肤敏感 所以我就不会经常用啦 或者两个星期用一摆就够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五种不同的面膜 我想介绍给大家的 所以我希望这些介绍会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是我给大家一些 你多个五个星期的 我使用这个 五个星期的 五个星期的 我用这个 我希望它是用的 所以 谢谢影片 我保试做更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